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9日 今天有一条爆炸性消息 公安部副部长部务委员孙力军被抓起来 那么今天从网络上看到一条消息 感到非常意外 说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接受综艺纪委国家监察委调查 这个消息在半个小时前发出来 立即在网络上允许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们知道孙力军的知名度自所以能够如此之高 就是因为郭文贵的爆料 2017年郭文贵从国内流亡海外 讲了很多中共高层腹外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主角 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就是孙力军 而且孙力军和刘延平两个人 刘延平是国安部纪委书记 还曾经到美国来见郭文贵 所以说今天这个消息 我看这一定会引起 这个舆论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讨论 那么公安部 这个副部长孙力军这个简介 今天在网络上官方公布的就是几句话 我可以给大家读一读 孙力军南汉族 1969年月升山东青岛人 1997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8年9月参加工作 澳大利亚新南温尔市州立大学 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毕业 那么在职研究生学历 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现任公安部 部委员副部长 副总监静希尔 这就标志了什么呢 标志了中共已经把它彻底的跑弃了 大家可能对这张照片还是记忆有心 这位站在法庭上收审的是谁呢 孟宏伟 公安部的前副部长孟宏伟 孟宏伟在1月21号被判刑了 有期徒刑13年还多 你想 中共这些高官呢 这个 已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 被判刑查处的 宗祖部管的干部 那就有几百名了 四五百名有了 这反腐败的力度非常大 但是 不断的这个抛除 贪官武力 不断的培植什么腐败的土壤 中共这一党执政啊 达到了一人独裁的程度了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只是不断的抓人 但是非常奇怪啊 不断的抓 不断有人愿意上这个贼船 我为什么要读一遍 这个孙力军的简介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孙力军 他是1997年12月加入共产党 也就等那个时候上了贼船 上了贼船你到这个体制内 手里的权力如果过大的话 和人性这个弱点对接 就很容易有腐败问题 那抓谁不抓谁 全看两个问题 一个什么呢 你的腐败问题 有多严重 有没有可能东窗事发 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在内度当中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你腐败到一定程度 可能是搞得实在是太过分 这个被举报啊 经查证速实 有可能被拿下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虽然是腐败问题 和其他关系一样 但是又有什么 你站错了队了 那对立派肯定要整理 那肯定就拿着这个腐败说事 因为老百姓对腐败 都非常仇恨 你记录这个贪官的腐败越严重 抓的官员级别越高 惩处的越厉害 老百姓就派手称快 而且中共不仅操控着这个 公结法司 党管司法嘛 而且操控了意识形态 党管媒体 所以说 老百姓也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 拿这个孙力军来讲嘛 如果没有郭文贵爆料 怎么我们怎么知道 孙力军这个人 那么多详细的故事 那么现在当然了 官方现在还没有公布 孙力军的犯罪事实 这估计要等到明年了 最起码在大半年啊 因为他第一步是这个 党内先 先这个留置 留置就是帮鬼啊 应当讲就是 中共党内的一个帮鬼了 先把你留置 过去叫算鬼啊 指定的地点 指定的世界 反正你每天就不停的写检查啊 按照领导的指示啊 专案组和你原因解释 这个天天写交代材料 然后把这个材料 汇总汇报给大领导 领导再去批示 然后最后决定你判多少年 这是第一步啊 那第二步就一教室司法了 一教室司法的话 那要经过检察院 法院 所以一路走来啊 我估计还在对准啊 差不多一年左右 到了那个时候 你才能知道他公布那些罪行 这个是不是像这个 郭文贵讲的讲那些细节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已经已经证明了 他是一个腐败分子 问题是什么 这很有意思 特别诡异的什么呢 孙力学是在4月10号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 这个四叉这个 湖北武汉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重大的这个事件啊 全世界都在关注 那习近平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也就是保安 措施 那可以这样讲吧 那就是 天衣无缝啊 你看那个 孙力军戴个大口罩 黑色口罩 我记得我在一个视频节目当中 也讲到过了 就孙力军非常 令人意外的出现在这个武汉啊 那就证明什么 习近平当时 一直对他很细的 那不细的让他 让他去做这个保卫工作 警卫工作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刚做完这个工作 习近平已经是转危为安了 最起码 这个在这个防疫之初啊 由于误判啊 非常这个 这个丢面子 但是在后期这个 两三个月能高效的 把这个疫情啊 第一阶段取得 这个阶段性的胜利 这一点也是 你应当承认 也是 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度过这个难关 在这个 在这个武汉这个期间 那斯里斯里斯 立下哈宝功劳了 那为什么现在 突然间 就泡出来 大家可以想一想 对这个 这个孟宏伟的审判 当中有一句话 讲了什么 2005年到 17年 他的犯罪证据 有多少 等怎么样 一大堆啊 也就是算总账 那现在 把这个 孟宏伟的室 抛出来 那将来 法庭审判的时候 肯定也一样啊 也是 你自从参加工作以来 当官以来的 犯罪证据 那就等于什么 跟你彻底的翻裂了 你做出那些贡献 人家就已经不承认了 我觉得这个 很值得研究啊 在现在这个 背景情况下呀 我在昨天前天的视频节目当中都讲到了共青团派的势力的走强啊 你看现在湖城空圈的活跃又到广东去 又到这湖南去啊 这个又到易阳啊 又到这个越阳 又是清远 这个走动的这个幅度也够大的 而且下去接受接见那些嫡系们都是这些年轻的这个少装派啊 这个老共青团派 或者北大的一些校友啊 有的还有军方的一点点军方的背景啊 你在看李克强现在 仅次于习近平的报道啊 那也是纷纷和 和这个国际一些 其他国家领导人 在通电话呀 也是非常的 你再看汪洋现在 也是不断的出来露面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在现在党内这个中美海的权力格局的内斗当中啊 的确是势力 脚子以前是弱了很多 这主要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防疫工作这个问题上 重大的事务啊 搞得是非常的被动啊 因为什么 你不要忘了 李克强是第一时间 27号到 到武汉司察去了 虽然第二天 28号他习近平见谭德塞的时候 自我表扬催促了一统啊 后来又搞了一个 这个十几万人的大会 自称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但是这个小组长已经给了李克强了 那李克强在党内是一下子挣分啊 再加上 这个孙春兰也属于国务院系统的 这等等吧 这情况说明什么 说明共军团派啊 不是空学来风啊 的确给我感觉有一点 东山在起 卷土从来自食啊 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党内 现在看来这个对李明尔的势力 比较强大呀 你再联想到 这个最近 这个任志强的拿炮被抓 这被抓的背后呢 王岐山这个这个作为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啊 过去都是班主任老师 那说明什么 说明就王岐山在习近平的新闻当中的地位已经不如从前了 他们的关系可能真是像外界费费猜测那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盟友啊 有的是永远的利益啊 特别是对于孙力军这样的人物那在中共这个集权统治者最高领导人看来那就是一个这个临时用一种一个一个一个这个走狗一样 用的时候能给你这个给你捧一捧给那个黑口罩戴上去 这个表演你两句啊 不用的时候就抛弃了 就像王立军讲的口香糖一样 嚼在嘴挺响的 走走一天要要吐出来 吐出来以后关键你没有本事 像王立军的男人站在鞋上 让人让人这个整不掉啊 就王立军是一个特例了 在关键的时候 你王立军就鱼死网坡了 但你孙力军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什么 他始终存在了一种幻想 这个我虽然有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啊 但是我在这个这个一些重大的关头上 我给你洗凭了一下汗马功劳 结果呢 他可能还认为自己这个就帮助这个王岐山做了很多事情啊 特别是海外这个这个和郭文卫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怎么样 人抛弃你也是这样毫不留情啊 一如反掌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 我认为是一个序幕啊 这个很可能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的大幕啊 还要进一步的拉开 这是个小的小小的一个一个信号 因为可能下一步和他一起到这个 到美国来见郭文贵的刘延平 公安部的纪委书记也会被拿下 这恐怕也不好说 因为腐败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有 这种体制你想权力那么大 你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又是布务以外 你想这是这个拿到台面上的这个植物啊 还有一些暗地的那些植物 这里手里特权太多了 那什么人能抵抗着了这种物质的诱惑 每个人都是七情六欲 都想吃好的喝好玩好的 见到小女孩 每个男人都是色眉眉 都是人性的东西 没什么奇怪 怎么能不犯错误 所以但是你要改革这种制度啊 像搞西方这种 美国加拿大这种司法独立啊 言论自由 这个分权制衡 但是共产党又不愿意这样 共产党就是不断地坏人 在这个官场上不断地坏西面孔啊 然后用这物质诱惑啊 这个挡不住的诱惑去什么 去凝聚这些 这个新上来的啊 这些官员 你看官媒每一天都在报道 提拌一批人 随随随随又担任了什么市长书记 随随人又上来 这个到郭英郭企当大老板 董事长啊 总经理等等 这边就每天都在抓人 这是一个循环 一个恶性的循环啊 你当你有权的时候 被重用的时候 你就存在了什么呢 侥幸心理 而且每次是要爽一把啊 这个人都是短见啊 有的时候有那人早晨 都看不到晚上的事情 只能看到这个眼前这 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啊 所以最可贵的时候 就是你在这个权力在手的时候 能想到什么 想到制约权力 想到什么为人民服务 想到就有一天会有灾难 如果那样想的话 比较理智 你可能就做的少一点 做的坏事就少一点 但是大部分人恐怕 这个不会有这个误性 而且对于这个孙立军来讲 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整肃它是 习近平对这个江泽民派系 整肃的一个信号 就开始 这也很难说 很难预测啊 因为你看 孙立军这个吕地表 曾经在上海外办 担任副主任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 是上海帮的 这个一个马仔 这的确这一点 的确是像郭文贵讲那样 所以郭文贵爆料以来 本人一贯主张的态度 关键就是什么 既不挺过也不砸过 有一分为二来看 他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错的 你包括他讲孙立军这个故事 如果不是对的话 现在卫生公安部 现在这个副部长 已经被总纪委 检察委拿下来了 这肯定不是一个冤家错案 腐败人人都有 刚才讲了 只是具有非常特殊的 非常诡异的 非常浓烈的帮派色彩 这更有看点了 那就下一步到底 是谁激他之后再倒台 也就是孟宏伟 站这个位置 就刚才给大家看了 孟宏伟在这个法庭上 接受审判 孟宏伟也没想到有这一天 是不是 那就说明什么 下一步 说不定还有人 也是副部长 也是部级干部 甚至比部级干部 还要高的人 将走向法庭 有没有可能 我想非常有可能 所以这些东西 都具有很大的气息性 再给大家看 孟宏伟的照片离近一点 你看孟宏伟站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他在这一瞬间 想到的问题 肯定和以前不一样的 当你权力没有的时候 你可能就想到什么 想到法治 我这案子公平一点 别给我案的罪名太多了 算的金额不对呀 情节不对呀 别人诬陷我呀 要找律师了 这时候可以知道 律师的厉害了 那你在位的时候 抓捕和打压 那些维权律师的 不都是这些人干的吗 哪个人他们不是 虚实枉法的高手 这一瞬间 他可能 就再看给大家看看 很有意思 看看 有可能 这一瞬间 想到新闻自由 说为什么 这个官媒不报道 我的辩护词 我的辩解 为什么只是讲我坏 不讲我好呢 我还做了很多贡献 还做了很多好事 为什么你把我污蔑成 诋毁成了 恕不恕的恶棍了呢 我没有那么坏 他这时候也想到 什么新闻自由了 也对我们这些言论人士 记者 就也有一些好印象 开始怀念了 但是有什么用呢 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时候你是 什么权力都没有了 这是党管司法的 导致的这种不公平的 那当然你肯定不是清官 你如果是清官 人怎么会抓你 肯定还是有问题 但是抓你也是处于内斗 所以这个情况 就非常复杂了 你要想再翻案 也是很难的 你想你管管13年 13年以后 中国是什么情况 很难讲了 也可能到了13年以后 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 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了 也可能到了13年以后 还是这样 又一部共产党的 某一个官员上来了 到那时候 共产党不姓习了 姓恩 对不对 那假如今天 薄熙来要上了 他就姓薄了 中共就是这样 他不断的变换一个领导人 但实际上 他这个制度不变 而这个制度导致着什么腐败 导致着虚死亡法 导致着什么呢 导致着中国人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知情权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总是鼓吹这个事情呢 就想从根子上 解救所有的人 包括什么 包括刚才讲到这些官员 你现在是官员 这样不是官员 你就不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说今天我看到 孙力这个消息 我这事我都挺震撼 我是没想到 那么当然了 还有得观察 到过几天 过一段时间 还有什么大戏 这个大的反腐败的微幕 这个幕布拉开 到那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面孔 或许一个大的变革的时代 真的要来临了 那么今天呢 读报点凭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